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有钱人 富豪们通通都是瞩目的焦点 当然世界上那些有钱人他们的动向 也非常的值得我们关注 因为他们的动向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名声 此外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已经剩两星逆行了 只剩天王星跟海王星 其他行星都已经顺行了 行星逆行的过去四个多月以来 我们那时候面临的这六星逆行 那很多人就觉得很不顺 尤其是我们的过去 常常被拿出来检讨 那如果过去被检讨 使得你的人生生涯有了很大的变化 或过去出了差错 成为我们现在受到影响的原因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要拿出态度 我们要做出改变 那当然所有的政府机关也好 或者是掌权者也好 他们也要拿出他们的态度了 所以这一点也是值得关注的 此外呢 火星也要开始冲刺咯 火星将在10月30号 也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呢 进入天蝎座 所以本周呢 火星都是在冲刺期哦 火星冲刺期呢 各位都可以知道 它会带来比较高温高热啦 或比较多的刀火烫伤 或比较多的天灾人火 车祸也好 或者是路上一言不合 起冲突的状况也好 尤其是火星天平 很容易让每个人在沟通的时候 火气很大 或出口很凶恶 说出难听的话 那当然就会制造了一些纠纷跟麻烦 尤其是现在水星还在天平座 所以更让我们看懂了 自己到底在人际关系上 有没有天分 没有天分的赶快学习啊 水星已经顺行了 你已经知道 你沟通方面什么是弱项了 不是吗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对个别星座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以工作上来说 天平摩羯水瓶跟双鱼是有感应的 天平星座朋友工作方面 最近很多人在跟你谈论的是未来 或者是你自己想的都跟别人不一样 那你既然想法跟别人不同 你就要勇敢地说出来 我相信你会吸引别人跟随你 你都不说出来 你都很客气的话 那是不行的哦 那另一个呢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 这一周呢 你要记得一件事哦 就是四两拨千斤跟柔软 反而可以让事情促成哦 有时候不是因为你多强硬 所以别人听你的话 有时候反而是你愿意示弱一下 或者是比较态度亲切一点 马上事情就成功了 另一个呢是水瓶座 水瓶星座的朋友 这一周很有贵人运 尤其是这些贵人都是长官长辈等级哦 那他们是出于很疼爱你啊 或者是很想照顾你 所以是很愿意帮忙的 另一个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的朋友 这一周在工作方面呢 适合比如说比较居家或独立作业 或者是跟你比较信得过的自己人 这个效率是更高的 那我们来看爱情方面了 那是金牛双子处女跟天蝎了 金牛星座的朋友 最近感情方面你很红耶 是不是大家听说你单身了 或者是你最近很想要找对象 所以很多的消息 或者是目光都会投向你哦 把自己准备好 迎接一下一些暧昧吧 那另一个呢是双子座 双子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感情方面哦 你有点拒绝 或者是你飘散出一种不信任 那这个当然就会让你 本来应该多姿多彩的感情生活 就少了一点色彩了 你自己看着办啊 那另一个呢是处女座 处女星座的朋友 你对感情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好像别人一直鼓励你 或者是一直想要表现 你的态度都是比较保留的 这也是让别人挫折的原因哦 你自己要开心起来自信起来哦 那另一个是天蝎座啦 天蝎星座的朋友哦 最近感情应该是蛮精彩的哟 朋友很关心你的感情生活 想介绍对象给你 亦或是朋友的朋友 他们都已经很想靠近你了 而且感情生活很受矚目哦 自己看着办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 那是牡羊跟射手了 牡羊星座同学在理财方面 你不理财才不理你哦 最近你终于意识到 自己理财的缺憾了是不是 那这一点呢就是要请教专业 一定能够帮你把旧的理财问题解决一下 那另一个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 这一周在金钱运方面要注意 好像有一点会吃到亏 或者是如果你有投资的话 要小心就是千万不要做错决策 在这一周你要紧盯着你的账本 和你的这个投资就对了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是巨蟹跟狮子了 这些星座的朋友似乎有一点 那个脑神经衰弱的问题 或者是事情是不是太多了 也让你的心情情绪受到了一些影响 我觉得心理会影响生理 对你的健康就开始不利了 另一个呢是狮子座 狮子星座的朋友在健康方面 有刀火烫伤血光的韵了 那当然我会建议你啦 去做一点小小的手术啦 或者是捐个血啦 或者是肌肉酸痛的话 去按摩一下会比较好 然后走路行动要小心